托托是一隻很可愛的小龜 不過他經常把房子弄得亂七八糟 有一天他這樣找啊 找不到他最喜歡的玩具劍 糟了!我把那個劍去了哪裡? 我還要和牠玩武士遊戲 媽媽,你有沒有見過我把劍? 唉,我只見到你的房子很亂 你給我撿乾淨的房子出去玩 真是麻煩 托托將你有沒有等著那個角落 和牠在剛剛吃的火把櫃桶裡面 就這樣撿乾淨的房子 終於都撿完了,我可以出去玩了 托托趕到紅紅卡的時候,遊戲已經開始了 托托趕快點過來,我們需要你 我不玩了 蛤?為什麼不能玩? 我把劍不見了,可以用鼠枝代替 於是托托就鼠枝和紅紅了水 玩了一陣惡龍 咦,都不夠過癮,我們明天再玩過 對,托托,你記得帶你把劍回來 沒問題,我下次一定會戴的 托托回家之後,我看到爸爸很生氣 唉,剛剛吃完的蘋果和帽子 不可以亂扔的 你現在給我撿拔後勁就去吧 蛤?剛剛才撿完 現在又要撿乾淨的房間 當托托你找我 當托托想撿房間就是我 我來找托托 托托,我來因為我是Puzzle的 呃,你等一陣 發生什麼事? 我把劍不見了 這個就是你不撿房間的後果 今次媽媽幫你整理好 下次不要 我下次一定會把東西好好整理好 從此以後就不要再把東西亂扔 這個故事簡訊 我們要從事養成愛整結的答案 希望大家都可以做個愛整結的小朋友 有興趣的同學可以到圖書館 借一件不愛整結的托托這本書 多謝大家 去找我們 有興趣的 對 錠 你